谢霆锋跟王妃之间的感情是不被看好的 因为女方比男方大11岁 她的想法也不是常人能理解的 作为一个中年人 她不但不想有个稳定的家庭 反而提出了永不结婚的请求 好在两个人不谋而合 感情也算是稳定 不管是谢霆锋 还是王妃 她们之前都有过婚姻经历 但是除了张伯之外 她们每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1月6日 有媒体传来一则好消息 表示张伯之也要结婚了 只不过她的结婚对象并没有那么优秀 算起来也算是下架了 男友的名字叫做何孟怀 是一个台湾演员 说是演员其实没有什么出名的代表作 他比张伯之小9岁 网传她是对方三儿子的亲生父亲 这两人之间一定是有感情基础的 他们一起参加过女神的选择 在其中相处得十分愉快 巧合的是 前夫系挺风在这则消息曝光之后 连忙离京赶回香港 他离京时非常匆忙 没有带太多的行李 但是没有忘记自己的爱猫 在走的时候 还给经纪人留下已经分手的消息 这不禁让人觉得 谢霆锋是看到前妻结婚 想要复合 所以迫不及待地赶回家乡 其实不然 她这次回到香港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参加家宴 其妹妹带着外甥女回家 她作为舅舅 自然要回家参宴 在这次谢家宴中 很多网友都劝谢霆锋 能跟张伯芝复合 毕竟两人之间有两个孩子 如果能复婚的话 对谁都好 但是看现在的架势 两个人的复婚已经无望了 虽然她跟张伯芝的故事结束了 但是跟王菲的还在继续 两个人采用了不结婚的形式 对于感情来说 根本没有保障 其中的弱点也非常明显 就是一吵架就会闹分手 随后有记者采访了王菲 问她关于谢霆锋离京回家 但是没有带她 这一点她是怎么看待的 在娱乐圈混迹多年 她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面对这种刁钻的问题 就回应了五个事 关我什么事 疑似是在回应 自己没有身份可以参加家宴 恭喜张伯芝能够找到真爱 虽然何孟怀在娱乐圈的地位 远不及女方 但是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 现在也从事着教育行业 相信能跟对方的孩子们 相处得很好 至于王菲和谢霆锋 两个人分分合合这么多年 相信这一次分手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希望他们早日复合 能永久在一起 张布之离婚以后 独自抚养着两个孩子 她的坚强积极的精神 让很多人都为此感动 也佩服她的这种勇气和责任感 而且她把孩子也养得很好 两个孩子非常的贴心和懂事 众所周知 张布之对小孩子本来就很喜欢 一直梦想着能生很多小孩子 在出现艳照门事件之后 可能是由于谢霆锋的心理上 总是存在心结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 有种貌合神离的感觉 最后张布之也不得不和谢霆锋离婚 并在离婚协议里面 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 同时也把责任都担在了自己的身上 在和谢霆锋离婚以后 因为独自要抚养两个孩子 她需要长期的花很多的时间 和精力去陪伴孩子 不能参加工作 放弃了自己最喜欢的演员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 她过得也是比较艰难的 没有工作 生活的开销大部分 只能靠以前的积蓄来生活 有两个儿子的负担 本来就重 何况对一个瘦弱的女子 但是她为母则刚 心里有着非常坚强坚韧的精神 克服了生活中的很多困难 对孩子的付出是非常大的 女性青春很短 在娱乐圈发展的黄金时代 会很快过去 但是为了孩子 她还是忍痛 放弃自己喜欢的事业 这份牺牲就很让人佩服 直到小孩子长大以后 张博之才开始慢慢地尝试接戏 和参加综艺节目 在这些综艺节目里 我们也能看出 她的很多育儿观念和技能 是非常地正确和先进的 也让我们看到 在平常的生活中 她对待孩子养育也都是亲力亲为的 经常和孩子们一起学习合作手工 也常常带着孩子们出去游历 增长他们的见识 她把孩子教育得非常独立和懂事 也爱自己的妈妈 他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非常亲密的 看到孩子们心疼保护妈妈的小小男子汉模样 观众看了都感觉非常心疼他们母子 也觉得张博之这么多年来的付出和努力没有白费 祝福他们母子生活得越来越好 也祝张博之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和幸福 张博之离婚的时候 谢家要求他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给他一定的补偿费 可是张博之非常爱孩子 宁愿不要补偿费也不放弃孩子 这样就是谢家没有得到孩子的抚养权 但是毕竟还是双方共有 自从离婚之后 谢家一直没有放弃对孩子的关爱和爱护 每隔一两个月 谢贤就要亲自去看一看孙子 谢霆锋对这两个儿子也是十分的关心 开始的时候两周就要回去看孩子 随着孩子不断长大 回家的次数也是越来越少 但是在谢霆锋的心里 一直没有放弃对孩子的关心 每年他都要拿出七千万 作为孩子的抚养费 同时还建立了两亿元的教育基金 尽管张博之一分都没有动 但是毕竟是谢霆锋的一片心意 当有人说 谢霆锋离婚之后不关心孩子的时候 谢霆锋都感到很难受 在他的心里一直放不下孩子 对孩子的关心 也是时时刻刻的放在心上 大家都知道 谢霆锋是个出色的歌唱家 其实他也拍了很多的电影 大多数都是以武打片为主 因为他从小就练就了用春拳的拳法 所以在武打方面也是非常超群的 每次拍武打片的时候 他都亲自上阵 从来不找替身 所以在娱乐圈也就广为流传 谢霆锋拍戏的时候是个不要命的主 在拍摄《男儿本色》这部戏中 他的追车 打斗 跳楼等戏码 全都是自己亲自完成 香港那些著名的武打影星 比如成龙 李连杰等 基本都是秦神体验 谢霆锋也不例外 当记者采访他 问啥为这么拼命时 他说是为了给孩子 留下一些值得回忆的东西 由此可见 在谢霆锋的心目中 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虽然与张博之离婚多年 每次接受采访的时候 都以张博之为话题 他说与张博之的关系 一直相处得很好 可见在孩子的心目中 谢霆锋依然是个好爸爸 谢霆锋公开承认分手后 很少关心小林青霞和孩子 接受采访 爆出自己很束手无措 谢霆锋和小林青霞的爱情 本来就是同时与王妃的爱情 始终是纠缠在一起的 与王妃处于热恋中的谢霆锋 同时也与小林青霞产生恋情 最后还是与小林青霞结婚 给王妃的打击相当大 王妃几乎是痛不欲生 为了调节自己的情绪 和这种严厉的打击 所以花九千万在尼泊尔 修了大寺庙 从此来洗涤自己的灵魂 才使他度过了这一大难关 当谢霆锋生过两个孩子以后 与小林青霞分手 此时的王妃已经不想再与谢霆锋恋爱 因为她害怕再次受到伤害 但是很多事情都是阴差阳错 使谢霆锋和王妃又一次 一次走到了一起 这一次谢霆锋十分的小心 生怕再一次伤害王妃 所以与小林青霞的联系 以及看孩子都是很注意王妃的感受 每次需要接触孩子 和小林青霞的时候 她大多数都是发红包 所以也就尽量的避免亲自接触 当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谢霆锋也感到很愧对 小林青霞和孩子 她公开承认 这些年关心孩子和关心了 小林青霞都比较少 但是处于目前的这种三角恋爱中 她也感到很束手无措 赵薇曾经在一次综艺节目上 分析了他们爱情的结构特征 赵薇说 谢霆锋对王妃爱得非常入骨 没有办法的 只要有机会 她都会和她在一起 谢霆锋没有过多地去关注 两个孩子的成长 并不能代表她不爱这两个孩子 因为赵薇是王妃的好朋友 与谢霆锋也有过很好的交往 所以对于他们之间的感情纠葛 了解的也比较多 谢霆锋在综艺节目上也曾经说 她跟小林青霞虽然分手了 但是关系相处的也非常好 小林青霞还经常给她打电话 但是从表面现象看 谢霆锋与小林青霞孩子的接触 都是比较少的 其实在她的心里 一直还装着小林青霞和孩子 而且还关注着她们的成长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订阅、点赞、转发